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有几个演员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日本在后疫情时代面临过度旅游的现象 一些游客不遵守规则 导致当地官员不得不采取行动 接着我们关注到联合国大会即将进行的一项重要投票 这将决定巴勒斯坦是否有资格申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最后闭款由北京公司开发后被意大利公司收购的 iCO2软件Ramini因其独特的黏土风格保红网络 这些新闻反映了我们生活中的多样性和变化 带给我们不同的思考和观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目睹了日本面对过度旅游的现实挑战 据澳洲之声 日本的一些地区因为游客不遵守规则 而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旅游活动 这反映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即如何在保护环境和文化遗产的同时 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经济日报》报道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联合国大会将就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申请进行投票 这一举措预示着国际社会可能对巴勒斯坦国的地位 做出重大认可 自2012年成为联合国非会员观察员国以来 巴勒斯坦一直争取获得更正式的国际地位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巴勒斯坦的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无疑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科技领域 《经济日报》又带来了一则关于i修图软件Ramini的有趣报道 Ramini最初由北京大工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后被意大利公司Bending Spoons收购 这款软件因其独特的黏土风滤镜而爆红 不仅在中国国内引发热潮 也吸引了国际用户的注意 Ramini的成功案例展示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实力 以及如何通过跨国合作将一个本地创新推向全球市场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面貌 从旅游业的挑战到国际政治的动态 再到科技创新的跨界合作 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复杂而多元的图景 在这个图景中 我们看到了冲突与合作并存 挑战与机遇交织 无论是在旅游 政治还是科技领域 全球化都在推动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以新的方式互动和影响彼此 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理解这些复杂的现象 认识到我们在其中的角色和责任 是适应和影响这个日益起 逆相连世界的关键 在这个充满创新与争议的时代 各行各业都在寻找平衡点 试图在保护版权与促进技术进步之间 找到一条共存之路 经济日报近日报道了 绘图应用程式 EBSPAN推出的挨干扰工具 这一创新旨在保护艺术家的原创作品 不被未经许可的I技术复制 EBSPAN的这一举措 无疑为原创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保护机制 通过在图像中加入杂叙 使得I难以准确复制圆图 从而保护了艺术家的版权 这一技术的有效性 虽然受限于I技术的进步 但它开辟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新途径 引发了业界对于版权保护和技术发展如何平衡的深思 另一边东方日报报道了 台湾海巡署金马鹏分署发现大陆海警船 及公务船编队进入金门水域的事件 这是大陆海警本月第四次编队使至金门水域 也是首次海警船跟公务船同行 台湾海巡署随即调度海巡艇进行监控 并广播区里强调共同维护两岸和平与航系安全的重要性 此事件不仅凸显了地区安全与和平的脆弱性 也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 以及在维护领土主权和区域稳定方面的挑战 体育领域同样充满激烈的竞争和不断的挑战 乔报告的2024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 沙特大满灌赛便是一个例证 中国队在比赛中取得了喜忧参半的成绩 樊振东遭逆转止步16强 而王楚清 林诗栋等人则成功晋级八强 与单方面 王毅 迪诚 梦等选手顺利晋级 展现了中国乒乓球队的高水平和身后实力 混双和女双比赛中 中国队员同样展现了精彩的表现 为观众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对决 这些比赛不仅是运动员技术与意志的较量 也是国家体育实力的一种展示 从外部SPINT的挨干扰工具 到台湾海巡署与大陆海警船的对峙 再到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的激烈竞争 这些事件虽然领域不同 但都反映了在现代社会中 无论是技术安全还是体育竞技 人们都在不断寻求创新与进步 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与争议 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平衡衡 保护权益维护和平成为了共同的目标 每一个领域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 它们相互影响 共同推动着社会向前进 在一个充满变化与挑战的世界里 新闻总能以最快的速度 带入我们最新鲜的信息 从国际政治的互动到社会事件的曲折 再到体育赛场上的激烈对决 这些故事构成了我们每天的信息饮食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细节和异己 美国之音众国长使用它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的会谈中表示 中国支持匈牙利在欧盟内发挥更大作用 这次会谈标志着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 首次欧洲执行的最后一战 习近平在会后的声明中强调 北京和布达佩斯之间的双边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这一表态不仅彰显了中雄关系的密切 也展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积极参与和支持其他国家发展的意愿 另一边 星岛日报爆雷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 在安徽复阳 一段视频显示警方和消防人员 一次在水泥块中挖出尸体 该事件迅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猜测 据报道 疑犯已经被捕 尽管官方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核查 但这起事件再次凸显了社会中的安全隐患 和公众对于信息透明度的需求 在体育界 乔报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湖北姑娘郑庆文在2024德勿于Tia 一千罗马站女子单打比赛中 取得了开门红 以62和60的比分横扫对手罗杰斯 这位来自湖北实验的七号种子选手 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和不屈不挠的斗志 尽管之前在马德里网球大师赛上 阴商推赛 但郑庆文在罗马站的比赛中 显然已经摆脱了伤病的困扰 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回归赛场 他的胜利不仅是对自己实力的阵营 也为中国网球运动带来了骄傲和希望 这些故事无论是在国际政治 社会事件还是体育赛场上 都展现了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挑战时的坚持与努力 也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无论是支持友邦发展 解决社会问题 还是在体育赛场上追求胜利 这些故事都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探索更多可能 在全球舞台上 中国的科技和体育成就 持续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从航空业的突破到体育赛事中的精彩表现 每一步都见证了中国在各领域的进步和发展 让我们来深入了解这些领域的最新动态 首先让我们飞跃到航空领域 香港电台报道 中国民航上海市航审定中心正积极推进国家自主研制的客机C919向欧盟申请型号认证 期待在明年获得欧盟的认证 审定中心主任顾兴表示 他们将完成所有必要的递交资料 展示所有完成的相关飞行实验 他们对此充满信心实验 尽管知道不同国家之间在技术和规则上可能存在小差异 但他们准备好了面对任何讨论或争论 此外 审定中心还在VC929克机提前开展申请前的相关工作 如风动实验等 显示出中国民航业的雄心和进取心 在国际关系和经济与东方日报报道了委内瑞拉与中国的债务问题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儿子议员欧内斯托表示 委内瑞拉愿意偿还欠中国的债务 这笔债务约为100亿美元 他强调委内瑞拉与中国的关系万无一失 并且中国企业对在委内瑞拉投资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尽管面临美国对其油气行业的制裁 委内瑞拉仍寻求扩张石油工业开拓新市场 显示出该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适应力和韧性 转向体育领域 《侨报》网讯报道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跳水测试赛的精彩瞬间 中国选手昌亚尼在女单三里板决赛中表现出色 但在最后一跳时被澳大利亚选手基尼反超 遗憾地屈居亚军 昌亚尼表示尽管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 但他对比赛的各种客观因素适应得很好 他指出跳水要和板结合需要提高鱼板的融合能力 尽管遇到了挑战 昌亚尼对未来充满细心 他的目标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更快的进入比赛节奏 为中国队赢得荣誉 这些报道展现了中国在不同领域的活跃表现和全球影响力 无论是在航空技术的发展 国际经济关系的处理 还是在体育赛事中的竞争 中国都展现出了其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态势 这些成就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骄傲 也为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灵感来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期待看到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多的成就 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启示 在巴黎 一个来自上海嘉定的艺术之光正在闪耀 为中法文化交流搭建流搭建了一座桥梁 据《桥报》报道 这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暨中法文化与游年的重要活动之一 从北京到巴黎 中法艺术家奥林匹克星 中国艺术大展吸引了众多目光 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客艺术院名誉社长 韩天恒带来的书法绘画及传客作品 成为了展览的亮点之一 韩天恒的书法作品《南田吸杂勇》二十二手 《远山中行书》以其流畅的笔饰和生动的气韵 展现了汉字的灵动之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规划作品和美图则是在传统水墨画技法的基础上 融入现代审美元素 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 撩绘出一幅和谐美好的画卷 而传客作品都如传客硬评将传统传客艺术 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 呈现出独特的质感和美感 韩天恒希望通过这次展览 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中国传统文化 强调艺术是无国界的 此次艺术大展会聚了来自一百多位 中国当代杰出艺术家的二百余界精品佳作 展览将持续至五月十八日 这是一个展示中国艺术家 如何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现道的美学理念相结合 用艺术的语言增进中法文化交流与理解的学家平台 而在科技与创意的交汇点 苹果公司最近的一则iPad Pro新广告引发了广泛讨论 据中央社报道 这则广告展示了一台巨大的液压机 缓缓将乐器等与人类创造力相关的物品压制粉碎 最终展示出一台最新的超薄iPad Pro 虽然意图是展示iPad Pro作为创意工具的强大能力 但广告内容却引起了不少艺术家的不满 认为这是在创意产业因生成是人工智慧 i出现而担心未来之际对创意的一种不尊重 苹果行销副总裁麦伦·陀尔·米兰表示 创意是苹果公司的DNA 设计能够为全世界创意人士提供支持的产品 对苹果来说非常重要 他承认这段影片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并为此表示抱歉 苹果还决定不会按原先计划在电视上播放这则广告 这表明了苹果对公众反馈的重视 和对创意工作者尊重的态度 在另一个领域 台积电以其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先技术 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台积电4月营收达到新台币2360.21亿元 显示了高效能运算需求的旺盛 法人指出客户对3奈米及5奈米先进制程技术 需求强劲 是推升台积电4月营收攀高的主要动力 台积电预估第二季营收将约196亿至204亿美元 反映了在伺服器人工智慧爱领域的业绩贡献渴望倍增 这三个故事从艺术到科技展现了创意与创新的力量 如何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 也反映了在全球化的今天 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如何相互促进 共同塑造我们的未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